母亲带领二十岁傻儿子前来破除 这孩子长这么大 连人事都没干过 我都是快要入土的人 可不能苦了你弟弟 起初男人还有些犹豫 他建议大娘去洗头房找找 可傻子见到陌生人就怕 唯独只听雅女的话 男人不好再拒绝 于是便带着傻子上了船 可傻子哪懂什么男女之事 他看到雅女在床上躺着 不仅主动帮他盖好被子 还学着雅女的样子呼呼大睡 雅女睁眼看到旁边有人吓了一跳 可一看是村里的傻子 雅女便放下心来 顺便给他也盖好被子 雅女已经被关在湖上一年了 他每天醒来身边都是不同的男人 而丈夫之所以敢这样对他 只因他身后没有娘家人帮扶 并且他来到这个家两年都没怀上 建华带他求神拜佛 给他喝醉苦的药汤 可是都没用 直到建华请来的到法师 只见法师先是拿起糯米看他 接着让建华伸出舌头 手指一掐便说他没有问题 那么有问题的肯定是雅女 法师建议他把雅女卖了 转手再买一个新媳妇 建华觉得雅女又不能胜 留着也没用 不如接受法师的建议 而法师也顺理成章 成了雅女的第一位客人 尝到甜头的建华一发不可收拾 他直接开了加水上项目体验所 村里全是光棍 所以他的生意非常火爆 有时候甚至需要预约才能排上号 又憋不住了 两人眼神一对便知道了对方的意思 建华将人带上船 男人只是看到雅女的侧脸 脸上便出现了渴望的表情 船还没停好 男人便颇不及待跳上木板 木屋很快摇晃起来 而建华则坐在不远处 拿着望远镜偷看两人的动静 顺便拿出手机看看时间 提醒男人该什么时候结束 临走前 男人还依不舍了 亲了雅女一下才走 为了让雅女更好服务大众 建华特意去市场给他买了只老母鸡 熬成老汤给他补补身体 其实我对你出错了 买媳妇钱呢 我也快涨够了 等涨够了钱呢 我就送你回老家 雅女文言直接将脚 从建华手中挣脱 他来到这个家两年了 建华对他非打击骂 甚至强迫他接客赚钱 怎么可能好心放自己离开 不料这个举动惹闹了建华 他将雅女拘到 学着其他客人那样 粗暴地玩起了清瓶点水的游戏 你体验过水上豪华项目吗 丈夫为了取心媳妇 将妻子锁在湖上 让他每日接待客人 妻子彻底文为丈夫的赚钱工具 这天村里来了的眼镜男 建华见钱眼开 一路开开心心的 将眼镜男带到妻子的湖中小屋 眼镜男问他 要是不小心把雅女弄怀孕了怎么办 很快男人就完成交易 心满意足地离开 只留下依旧被锁在原地的雅女 空闲的时候 雅女就坐在窗边 看着自由的飞鸟 想象着自己也能逃出生天 没过多久 村里的爆发户回家了 他一直惦记着和雅女结婚 为此他带着好酒好菜将建华灌击 随后孤身一人来到湖中小屋 看到丑容满面的雅女 他气愤难当 还说一定要带雅女离开这里 雅女以为他是真的辛苦自己 便主动拉着他的一宿安慰 可没过三秒 爆发户便露出真面目 雅女一巴掌甩过去 他这才清醒过来 留下几张零钱便愤怒逃走 这天村里的老汉来找建华要债 当初买雅女他也出了几千块钱 如今他什么都没得到 建华却用雅女赚的团板过满 老汉心里自然不平衡 可现在建华哪有钱 雅女给他赚的钱 早就被他花光了 老汉看他实在拿不出 于是提出了另一个解决方案 带我上船 建华一听不用还钱还不用处理 立马表示同意 可他又不放心 帕雅女和其他客人 产生不必要的情愫 于是他坐在岸边观察 尽管他发现雅女一直在呕吐 但他没有在意 反正只要不死就行 老汉还删了雅女一巴掌才走 雅女不知道这样明码标价 被人任意凌辱的日子 到底什么时候才是个头 所有人走后 雅女在水里发现一支铅笔 他用铅笔在木板上写下求救信息 希望能有人发现并拯救他 可现实残忍又残酷 除了丈夫和顾客 不会有第三个人登上小木屋 可能是他的祈祷起了作用 这天正好有两个游客来划船 他拼命地挥舞双臂 希望别人能看到他 可游客只顾着看风景 丝毫没有注意到不远处有人在求救 眼看着两人渐渐远去 雅女绝望地瘫坐在地 并且开始不停干呕 这次建华终于意识到雅女怀孕了 丈夫把雅把妻子当作赚钱工具 可客人不讲武德 才五次就让妻子怀孕 这可把建华气疯了 他发誓一定要找到孩子的父亲 于是把全村所有嫖客都聚在一起 一一排查 可喜当别人爹这样的事 自然是没有人会承认 建华一听大家都不行 难道孩子是自己呢 于是他特意跑到医院检查 可化验单上却显示 他这辈子都不可能有孩子 自己这两年 到底是做了什么混账事啊 一直以来他都错怪雅女们 没有孩子的原因竟是出在他身上 建华对雅女终于有一丝愧疚 他连忙拿着一些日用品去看雅女 但看到他吃着其他男人送的食物时 建华却一巴掌扇过去 接着用力将零食踢飞 看到妻子没有使用女性用品 他更是气急败怀 建华走后 雅女终于过了几天安生日子 他每天唱歌 期待着肚子里的孩子能健康到来 可建华就没这么好过 找不到孩子父亲的他 每天挨家挨户去闹头 一边骂一边拍门 力气大的可以将门板拆下来 回到家后建华一夜夜翻看 自己做好的预约单记录 终于他找到了 最有可能是孩子父亲的那个人 他拿出扳手插在裤兜里 气势汹汹地来到河边 一脚踢飞老汉 老汉也不甘示弱 奋起反抗把建华推倒在地 接着一拳一拳打在他身上 最后还将水泼在建华脸上 老汉骂骂咧咧地走了 只剩建华在地上无能狂目 回到家的建华越想越起 不知是发酒疯还是什么 他把酒瓶摔碎 将报纸扔在地上 最后掀翻桌子 借着酒气上头 他半夜开船来到雅女的住宿 掀开被子把雅女喊醒 我不管你肚子是谁 一定毁了他 可现在孩子就是雅女的一切 女子本若为母则刚 雅女拿出红裙 将建华活活无死 接着点燃木棍 将铁链烧回扯断 雅女终于逃离 囚禁自己三年的小胡 并跑到警局报警 其他几人都得到了应有的惩罚 雅女也因犯故意杀人罪未损 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缓刑三年 雅女虽然解脱了 但她的心却注定被困在无中 直到她能走出阴影的那一天 那才是真正的解脱